還有另外一個優點就是品牌 那另外一個優點就是品牌的使用 另外一個優點就是品牌的使用 因為我如果之前用個人帳號 那我就是用個人的名字在那裡跟別人談生意 那看起來有點好笑 所以我們現在就用一個品牌叫做開影像工作室這個名字 所以你每次點開就是開影像工作室在跟你聊天或跟你講話 而不是就是個人 所以如果之後有更多可能有客服之類的 我們就都是用這個品牌名稱來跟客戶溝通 而不是就是個人說小美哈哈搞笑的一些歡樂名字來溝通